姐,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找我啊? 我找你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啊,你说 我现在不是跟几个朋友合开公司嘛 前期需要些钱啊,周转 你看,你能不能借一点钱给我啊 找我借钱 我说姐,我就知道你来找我准备好事 你说你本来就是个打工的 你就好好打工呗 干嘛非要创业 而且我看的样子根本就不会成功的 借给你的钱,我会打水漂的 可云,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项目挺好的 到时候有钱了,我一定还给你的 那要是不行呢 你怎么还,你有钱吗 反正我是没钱借给你 就算有钱了,我也不会借给你的 而且你现在的妹夫生意做得挺差的 你就不要给我找事 那行吧 我先走 可云不愿意借给我钱 万一走这么久了 不知道后忙,他会不会运几个人钱 不管了,来都来了 咦,紫山,快进来,快进来 紫山,你今天来找阿姨,有什么事吧 那个阿姨,我现在跟朋友合开一家公司 但是,我现在需要一些钱 我这次来找您呢 三万呢 行,你等等啊 紫山,阿姨这张卡里面有十万块钱 那三万块钱你也不用去借了 你不是说了,你找这个借,那个借都借不到吗 阿姨帮你想办法吧 阿姨 阿姨这张卡里面有十万块钱 阿姨这张卡里面有十万块钱 你找我借钱 当时我找你借钱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啊 我不会借钱给你的 就算我有钱,我也不会借给你 姐,你不能这么对我啊 你现在有钱了,你一定能帮帮我啊 而且那是你亲妹夫,我们可都是亲人啊 当时我找你借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是亲人呢 姐,过去的事情先让他过去吧 我现在真的碰到困难,你去帮帮我吧 我还不帮你吗 你儿子上学,我给了三万块钱做学费 你公共做手术,我给了六万 我这不是帮你吗 是,那我现在又碰到困难了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就帮帮我吧 我是不会借钱给你的 请进 阿姨,你怎么来了 来来,你坐 我不坐了 子山,阿姨这次真都遇到困难了 要不然我不会来找你 阿姨的儿子生病住院,西洋手术费三十万了 我实在拿出这些钱,所以我就来找你 生病了 生病了 我这塔里有五十万 你拿去给他王治病吧 那怎么行呢 子山 谢谢你 阿姨,你谢谢什么呢 要不是你当初帮助了我,也没有今天的我呀 那我做完手术之后,还需要做康复治疗 这些都需要用钱的 这些你就先拿着,钱不够了,你再找我 行 子山,谢谢你 那我就先走了 可以 阿姨,先走了 姐,你什么意思啊 刚刚那女的不是好妈妈 你怎么给她那么多钱 可月 当初我长给借钱的时候 你一分钱都不肯借住 不然我去长后妈借钱了 她把她所有的积蓄都借给我 你呢 那你也不能给她那么多啊 她要三十万,给她五十万 别说五十万 就是一百万也是我自愿 有就要说得好 滴水蒸干泳泉香吧 行了 不想跟你说这么多 我要去医院看大王了 姐,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那你出完了吗 你帮我出去呗 我不帮你呗 那你出完了吗 你帮我出去呗 我不帮你呗 那你之前怎么这么小气呢 我这不是要去参加婚礼吗 没有时间 你帮帮我呗 那你不能白干活呀 怎么也得 意思意思 还要钱啊 多少钱啊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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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 你骗谁呢 这不是五十吗 你就新拿着这五十 我这不是要去参加婚礼吗 身上没搭这么多钱 回来我再给你 还有啊 我要去城里 我东西还点菜回来 到时候呢 你就到我家去吃饭嘛 还有这好事啊 那行 那我帮你除地去 那我走了 哈哈哈 除完这块地 有钱还有饭去 嘿嘿 真的好 哎呦 这也太累了 水都软了 哈哈哈 哎呦 出来就等他吧 你怎么睡在这里呀 哈哈哈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哎呦 我饿得我 你都打票了 哎呦 你不是說買菜回來嗎 該呢 我就參加完活 你的同學非拉我之後我去打個槍 我就打著打著 清晨說吧 我不管你幹嘛去 你得把剩下的五十給我結清 我那地出完了嗎 那肯定完了呀 不就那塊地嗎 哎呀大媽 我去年就租給別人了 那家人了 他們的事可多了 哎呀這回啊 肯定得賠錢了 這怎麼辦呢 我太難了 那實在不行 我太難了 這五十我退給你買 五十五十能幹什麼呢 他們家 可不少要兩百塊錢 啊 這五十我退給你買 我趕著喝還得打錢呀 我就做點了給你以後別找我要了啊 地板火球了還掙了兩百塊錢 嘿 我敢說啊 尤其是 看得到 等下 呢 家穩 後來 是